《现局论》的有些缘起跟大家讲一下 《现局论》大家都应该知道是龙猛菩萨的究竟密意 也就是说龙猛菩萨所造的《中观根本会论》 《中观根本会论》究竟密意实际上是约乘菩萨解释的 大家也应该知道所谓的中观是什么呢 就是般若思想 空性见解 这样的般若思想到底在佛教当中是什么样的法呢 实际上是佛陀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的核心 醍醐 那么这样核心的法门要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的话 实际上也是非常多的 毫如烟海 像我们的《般若经》当中像广藏文的《般若经》有十二汉 特别大的在《大藏经》当中有十二汉 那这些归纳起来的话我们经常所讲到的 《般若思诵》《心经》这些 那么这样的般若思想如果是用我们的理证通过退理 通过有这种隐秘的退理方式来给世人讲清楚的话 那唯一的办法是依靠中论 罗牧菩萨无上的智慧依靠中论来解说的 所以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为什么中论是那么重要呢 其实中论最根本的意思就是说 佛陀所讲到的空性的意义 依靠有一种不得不承认的 可以说是坚步可垂的一种理论来 给世人非常明确地解说这种理论 这种理论是中观根本回论 那这样的根本回论唯一的解释 最好的解释者就是权威的《月成论识》 《月成论识》把中观根本回论用两方面来解释的 一一方面解释造了《入中论》 然后次一方面解释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陷举论》 那《陷举论》在藏传佛教当中也特别特别地重视 不管是在造论也好 还有在辩论场合当中也好 或者讲中观思想也好在任何场合当中 只要一提到中观思想的时候所有的研究和学习 中观的这些高僧大德们和智者学者们 都是非常非常地重视的这么一部论 就是这么一部论这部论实际上我大概有十到二十年的时候 都是很想翻译吧最开始是当年法王去北京大概是八九年吧 八八年我当时没有去在学院里面讲一些中观 在那个时候我自己也参考《陷举论》 那个时候好像觉得有些地方比较好动 但是翻译的时候觉得很难动 然后后来法王如意宝也是讲了 《陷举伦伦伯切的解释》也就是《中观根本会论》的注释 这个讲的过程当中也是很想翻译吧 应该说很早就有这个想法 但是因为各种可能所缠绕 一直没有形成 之后也看到了有个别的一些法师有翻译的 有翻译的但是可能文字比较古 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有机会翻译一遍是比较好的 后来翻译的话真正的这本书你们可能今天看起来都是 这大概有三四百多页可能有三百多页 三百多页也很简单因为出版社他们的要求也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字比较大一点的话可能五六百页应该有的 但是出版社这个字压缩得比较小 那这样的话你们可能觉得这是很简单的事吧 一本书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对我而言确实 我还是坚持了很长时间的 我记得我刚开始翻译的时候作书的时候 一亿年 两千亿亿年那个时候开始翻译 一直到一三年的时候 我们二十八品当中前面的二十一品粗稿翻译完了 然后从一年到一三年之间 然后中间两年当中因为当时忘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放了一段时间 后来从一六年吧 一六年开始后面从二十二品开始翻译 到后来就把粗稿一直到一六年完成了 然后一七年第一次也是跟藏文交对了一次 然后一八年第二次因为里面尤其是前面中观的 这些不同的推理方法有些地方是很难懂的 有一些参考的做了第二次的教稿 然后一八年 二次教稿 一九年第三次教稿 这样的话 这样一九年可以说好像年底的时候 都算是最终完成了 然后二千二历年交给出版社 当时出版社他们也深厚地深厉地很严格 如果他们翻译的要求水平没有达到的话 他们也不出版而且里面很多的反馈 其实他们现在也是很严格的 这样的话 我本身这个有一个依序吧整个过程都有一个依序 但是有些可能我们的书里面有有些里面没有 他们当时可能是假掉了还是什么的 那么这样的话我整个《现究论》在解释的话 可以说经过八个春秋吧 从一亿年到现在两千二亿年 我是这么长时间当中一直努力 有时候遇到了一些特别难懂的 一些词语 一些句子 一些推理 确实好像我以前自己也讲过 学过 辅导过 但是当时觉得不是那么难 当时法王如意宝讲的时候我全部都辅导过 后来我自己也是在学院当中讲过一次颂词 现在《中论讲经》里面经常有的那个也是讲过 然后后来翻译的时候经常遇到 尤其是《现究论》是按照印度论的风格 印度论跟藏地的论不同的他也没有科判 有些比喻和有些谦和的词很难有观念 有各种情况 所以藏地一般讲印度论师的论典没有智慧的人都是不敢讲这样的 所以我在义的过程当中我在我的日记里面也是比喻成 有时候是我们挖地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大盘石一样的 有时候我比喻成我们过路的时候前面踏放了一样 我用了好多的比喻 《现究论》就遇到了很多事情 还有时候有一次好像是赤诚罗珠堪波问我在干什么 我说我翻译 翻译什么我说翻译《现究论》 他说是浪费时间这么深的论谁来去学啊 没有人学给我泼论水啊也有这样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也有学习的人也好 没有学习的人也好 凡是我自己算是比较满意吧 也没有人用以前的一些仪式的话 有些是得到了皇帝和郡主照封 封照仪也有这样的 有些有一些黄金白银来请求也有这样的 这些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只不过以前有一些堪波和堪木 他们还是我经常引用一些《现究论》的教证吧 就这样的原因吧 可能让我翻译 但我那天想了一下现在有些人都已经死了 有些人都已经不在学院了 如果今天有些人是在有些人是不在了 不过你们当中算是这本书闻诗的时候 有一些希求者看到的话也算是比较幸运也好 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缘分可以算得上吧 这部论对我而言应该圆满了很多年的一个梦吧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没有一个坚定的心的话 可能不一定能弯得上也没有护法师 没有很多的保护和加持也很难完成 那不管怎么样一般世间人造了一部论 或者是写了一本书或者翻译了一本书的时候 专门有一种搞一些什么 叫什么活动啊 叫签署活动是吧 发行签署活动 好嘛 那今天我们算是在座的各位也算这样的 虽然我们不像以前一样现在网络上也没有直播 我是比其他很多堪布堪摩托相比较起来 算是一个以前是比较辉煌成功的一个大老板 后来已经跨声音了比较声音倒闭的一个人一样 但也算是可以的在一个角落当中 跟大家也分享这样的思想 实际上后来有些人听 学 这样大的差别应该是没有的 都应该是得到不同的加持和利益 这次《中观根本会论》也好 《现局论》怎么学习呢 我们学习的方式应该我是这样想的 我们一字一句地要讲的话 恐怕是也没有办法 原来我翻译的过程当中有时候自己也觉得 哎哟 这个如果以后再给大家讲一遍应该是很好的 我也好多次都是这样想过的 但有时候现在跟以前也是不同的 一方面自己的年税也越来越接近死亡 另一方面外面的环境也是越来越跟以往不同 再加上可能种种原因 我那天回顾自己人生的时候以前我们大经大论 都完成也好像没事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一样的 现在可能里里外外的各种因缘与前是不同的 所以如果以后有意愿全部要讲的话 我们也可以保留这种发心 但是暂时来讲的话 我们这个是《现局论》以虐将的方式来给大家传授 其实《现局论》真正的传承我也没有 我只有中论的传承 现局论的传承以前也是 我询问过一些以前我得过法的一些堪布 但是他们都没有以后也可以得一个传承 那么再说吧这样的话 我们这次《现局论》通过三天的时间当中要讲 讲的方式我是想讲 每一品当中有代表性的个别颂词跟大家介绍 这样以后这一品作为一个归纳心来讲 这样的话中观根本会论学过的人 大家都应该清楚这部论诞当中说的什么非常明白 没有学过的人来讲确实是无利于利的 甚至可能有些人也产生邪见 因果 佛菩萨 世间所有都读不成的话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会有这样的分别念 但是这个不要紧的因为我们刚开始初学者 什么样的怀疑和什么样的邪见都是可以有的 因为有了这样的邪知邪念的原因 我们需要长期闻思的原因是这样的 这样一来我们就总结起来大家一定要明白 就是我们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思想 与当前的世界上所有大大小小的宗教思想 有不共之处 不共之处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悲心方面 一个是智慧方面 这就叫做智悲双云首先我们以前也讲过 悲心方面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悲心就是佛教大乘的大悲心 实际上不管是人也好 动物也好 凡是有生命的众生都要去保护 不会伤害任何一个众生的生命 这样非常伟大的思想如今的任何宗教当中几乎是没有的 这是我们可以看着 有些宗教虽然有慈心 悲心这样的 但实际上这是可能跟自己相同的宗派 相同的人类的范围是非常小的 而且这样的神度也没有像佛教里面所讲到的大悲心那样 这是我们可以非常大胆地 非常勇敢地 给世人面前说大悲心的伟大之处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中外思想也就是我们的薄弱智慧 那薄弱智慧它完全是按照龙猛菩萨和约臣菩萨的智慧来抉择 就是所有万事万物的法在世俗当中 你可以拥有它的现象和它的现象不灭的现象是可以的 但是在生意当中一切的一切都了不可得 愿你四边八戏这样的智慧 任何宗教和任何思想当中也是很难以虚密的 很难以得到的 那这样的真理到底是不是万事万物的真相呢 这的确也是 这个是任何一个只要讲法儿理的人 只要讲事物的客观规律的人都不得不承认 我们这个中观思想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信仰为主 这是佛陀说的这是我们佛教的思想不是这样的 你真正去真理面前去观察的时候 哪怕是没有任何信仰的人 我以前讲《中论》的时候也是多次地给大家提过 这样的中观思想确实很有必要 现在人要讲我们佛教说是一切皆空 一切皆空并不是光口头总是皆空实际上就是空 那这样的空的道理我们可以来分析 其中我们悲心方面的这种伟大之处 可以用《入菩萨行论》等大乘论典 主要宣说大悲思想的这样的论典当中可以来了知 空性方面也非常多的 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跟门慧论来了知 跟门慧论要解释的话那约乘论师的观点是最权威的 最全面的所以今天我们学习 约乘论师的《现局论》的确可以说是非常荣幸 对这样的中观思想稍微有个合理的怀疑 的话也可以毁坏善有之根 我们《四百论》当中也不是讲的 不服于义此法 毒不生疑惑 若是胜略意 也能坏善有 这个大家都能清楚的 一般没有福报的人对中观一个合理的怀疑 都是不会产生的 空性方面 如果对这个法门产生一个合理的怀疑 什么叫做合理的怀疑 应该是空性吧 一切都应该是了不可得吧 如果你产生这样的心 那我们将来不用扭转在三次轮回当中 所以这样的中观思想真正是以毅力来抉择 我也希望在座的各位不要整天都是 我们要把梅奥讲一些法财 功德 真正是懂得了佛陀的谜 那这种人不容易被世间的邪知邪念所转 所以我希望你们闻思的人比如说你在藏地带来五年的话 你把中观根本会论学得非常非常透彻 不是什么我们的法师说是这样的 余生论听说是这样说的不是这样的 你自己内心当中真正是对中观有感悟 那对来世来讲这个功德是非常大的 好像《中观思埗论》里面也有对中观空性的道理 如果有所了知的话即便是没有通达 但是它不会扭转的就像定业一样的 所以很多的功德大家也应该清楚 所以我想学中观应该很多人来讲很重要 今天是不是我讲得太多了 有点讲得有多有快的话那些翻译的人特别头痛 知道吗先我编念一点偈颂 然后遇到一些重要的偈颂再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再一起来学习 中观的最开始有不生也不灭 不差也不断 不疑也不疑 不来也不去 能说十亿愿三灭诸邪乱 无欠树立佛诸所中第一 这个是《中观根本混论》的核心意义 也是它的定理句 这里面我们也经常要懂到 中观的思想实际上就是远离八边 不生不灭 不长不断 不疑不疑 不来不去 那么这样的因缘法门实际上是佛陀所宣说的 佛陀所宣说的这种道理在任何一个外道 和世间人的理论当中是没有的 它是能熄灭一切细论的 一切分别的 这么一个非常殊胜的理论 这样的理论如今在整个世间当中是没有谁能宣说的 可以说从古到尽吧 这一点我们佛教徒还是要好好地思考一下 这个偈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先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顶礼呢 因为我们的偶像确实他所说的这种智慧是万事万物的真相 我们一旦通达了它任世间的所有痛苦都熄灭 同时让我们获得了最殊胜的解脱 所以《现局论》当中把这个颂词讲的时候 主要是以缘起法来讲的 因为缘起法从印度的梵语结合起来 然后讲如何远离一切细论 这样的缘起法就像宗大师的缘起战里面所讲到一样 其他任何的理论家也好 思想家也好 谁都是无法宣说的如今我们可以看出来 整个全世界当中有这么多的所谓的科学家也好 理论家也好 思想家也好 这些都非常多的 但是真正我们万事万物的真相 不来不去的道理谁能宣说得到 大家也可以 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佛陀才赞叹的 我们应该很公正的角度来想一想才知道 所以我们赞叹佛陀的原因是这样的 这个是前面的颂词 那么第一品实际上是因缘品 我们在每一品当中跟大家也代表性地讲一两个颂词 首先这一品很重要的在《中论》当中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不生也不灭嘛 在这里要产生的话一定要依靠一种因缘来产生 但是这个因和缘确实是不常立的 不管是四缘也好 二因也好一切的因缘不成 因缘怎么不成的话 诸法不自身 也不从他身不供不无因 事故知无生 这个偈颂很重要的这些偈颂还是很重要的 这是也可以说整个如中论的全论可以以这个颂词来讲的 一切万法不是自身的 如果自身的话就变成有无穷无尽的过失 无益和无穷的过失 如果是从他身的话那火焰当中也是产生黑暗等 如果是无益而生的话那一切当中产生一切 自他共同而产生的话那上面所讲到的这些过失全部都有 所以要讲到这个解释的时候 我们《先觉论》讲了很多不共中观的推理方法 这个我们以前也是学过一些包括比如说 金刚蟹音还有意义多音然后有无声音 尤其是讲过中观音程派不共的四大音 如果懂得这些的话 那么《先觉论》这部分的文章文字比较好懂 这部分比较难懂的一处 你们下来过后可能《先觉论》自宗讲的也比较多一点 以前我们学过一些慧正论 《悦成论》是中观论论当中还有一个叫慧正论 慧正论如果学得比较好的话那这个地方也比较好懂 所以我们要研究中观的话要研究得真的要自己要懂得 不光是一个懂得自己真正产生一种定解这个很重要 否则我那天去学校看了一下然后老子也在讲学生也在学 好像大家都是糊里糊涂的不说懂也好像是懂非懂的 如果说真的懂了这个也没有懂那个也没有懂 其实真正学习论典和经典的话懂就是要懂的 不懂的就是不懂分清楚自己也应该 这个偈颂我完全明白了不依靠他人 以后我就依靠自己来给别人讲这样的很重要 否则我们每天都是听课早上六点钟就起来很痛苦地留上 然后听完了以后很多人每天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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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到底懂了没有好像结果每天也没有什么学到 这样不行的哪怕是一个偈颂很好的记住 里面的思想这个也很重要的 第二篇里面主要讲的观察《赖取品》 观察《赖取品》讲到什么呢 讲到赖和去 我们经常说你给我去个宝果你去给我拿个东西 世间当中大家都觉得去肯定是有的 是吧 但是去应该是不存在的 啊 一去无有去 未去也无去你一去未去去是也不去 这个偈颂也很著名的大家应该记住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去只不过世俗当中的一种说法而已 为什么是说法呢因为去的话如果它是过去的话那已经灭完了 一去没有什么去的了如果你还没有去未来没有去的话 还没有产生也没有所谓的去别人说是 一去的虽然已经没有了它灭完了没有去的 然后还没有来得去 未去还没有去呢 也可以说它不存在的但是正在去应该是有的 比如说我现在从经堂里正在去的这个应该有 因为我正在去我自己的感觉到 我正在去 那么这个去除了去和不去以外 哪里有一个正在去这个是不存在的 这个道理大家应该可能刚开始觉得怎么会是没有去啊 应该是有的但是我们有一种概念而已 实际上真正的去是没有的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所谓的去如果真正是真实存在的话 那未来 现在 过去三个世间当中应该有 刚才一去已经很好分析已经过去了 没办法嘛 不叫去一去的已经死完了一样了 没有去的还没有产生明天的法一样的 十女的儿子没有什么差别 正在去的话我记得《限聚论》当中有这个比喻 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用脚抬起来的话 脚的前部分接触在路上面 然后后部分 后跟还没有落地的话 我们认为是前面正在去嘛 正在去的时候那接触这个地的地方 已经去完了 已经过去了 然后你的脚和根还没有落地的话 还没有落地 还没有去 所以一只脚在这个上面 有去和不去的两个动作存在的 那这样的话其中是你正在去 指的是什么呢 中间的一部分 如果是中间的一部分的话 那用未来和过去两个来分析 那中间的时间根本找不到的 你说正在去的话 我们一个模模糊糊的概念 现在正在去 但你正在去呢 最后我们分析到我跨一步 跨一步的时候还没有第二步 在这个时候那这个再分析 你时间也可以分析 刚才未来过去也可以分析 空间也可以分析 你的脚有无数的 比如说两百个灰尘 脚后跟也是两百个灰尘的话 你现在正在去的是中间的那个吗 那这样分析的时候 那到底是过去的去附近的那些未尘是什么呀 未来去的 然后现在中间的那个去到底是什么呀 那所谓的中间也是用时间来分的 如果用时间来分的话 我们说是所谓现在正在去的是一秒钟 那这个一秒我们可以把它分为 现在这个一秒等于是一百个毫妙 然后还有微妙 还有妙妙 妙妙好像是很细很细的 最细的是两百亿亿吧 分之一的 那这样来分析 用时间来分析的话 你所谓的现在去真的是找不到的 所以说我们过去去不可得 未来去不可得现在去更不可得 我们说的是经常如果去没有的话 那吃饭的车也是没有的 然后你讲经说法的说也没有的 所有的这些名言全是假的 这是我们原来有个老师 我说的不是活你的我是说真的 所以我们说的这些推理的话 真的不是欺骗人的 应该是用智慧 用时间和空间来观察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去没有办法成立 去没有办法成立的话来没有办法成立的 来如果没有办法成立的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有的这些所有的动词都可以以此类推来推 以此类推 以此类推的话 那确实我们如果去变成空性的话 以此可以找到了很多的这种法在生意当中是不可得的 这样的话这叫做什么呢 就是中观证物了 知道吗 等一会儿你不要跟我说说我要回去了 对吧 去 中观 我看现在这个是第一品 今天我要讲一直讲到九品好不好 刚才是第二品讲完了 好 下面是开释现局论就是讲第三品 第三品是我们讲的六情品 鲁木洛书好像记得是六情 实际上六畜 我们言而彼舌声就是六根吧 六根的意思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见者不成立的话 那所见和一切也不成立的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依靠五根来取受尽 然后认为是实有的 但实际上这个也是不可得的 它这里有一个句诵叫做 食烟则不能自见其极体 若不能自见 云和见语物这个也是一个代表性很重要的 意思就是说我们用中观的推理来观察的时候 实际上是烟而彼舍也好 我们的心也好 那么烟不能见自己的本体 如果连自己的本体都不能见 为什么说能见到其他的食物呢 为什么这样讲呢 下面用火很多来比喻本论当中有详细的说明 意思就是说我们世间当中所谓的见不存在的 如果真正见是存在的话 那应该能见到自己 它是一个尸体的 室友的话 如果自己都不能见的话 那见到对境的话这是一种虚假的 因为这种见不是真正能见 它只能见部分的只能因缘具足的时候 显现而已这种显现我们称之为叫做见而已 实际上并不是能真正地见 如果能见到连自己都应该能见了 如果自己都不能见的话 那见的这种尸体是根本无法成立的 以这样的推理来 眼耳鼻舌等其他的六界都一一地破除 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众生确实也是 所谓的眼见为师有见知 有闻知 有听 有品尝者 经常我们名言当中是有的 但是以这种推理来观察的时候 其实你见不见的话都无法可得的 这样的道理也是通过这一品来完全可以明白的 在世俗当中虽然有我见你 我见到真相或者我见到外面的食物 瓶子 柱子等等这样的说法 但实际上真正观察的时候这就是得不到的 因为见的本体不存在都是观察而安理而已 就这样的 本品讲完了 这样的学习方式还是可以啊很有成功感 我们中论就马上学完了 别人问你学了什么 我中观现具论已经学完了 有些人已经两年一部论典都是讲不完的 那我们两天就讲完了 那下面是第四品开始是吧 第四品讲五云品 有空性若有难闻你空所起过 如果有人以各种问难 各种问题 然后说不是空性的给我们所过失的话 那么实则不成果 据同于彼翼 意思说别人尤其是有始终 外道 他们用各种理论来讲 包括前面所讲到的色法也好 色法以外的色身相为处 这些一个一个法就开始认为存在的 它不是空性的那它不是空性的话 它要具出一个真正的有确凿的比喻或者意义 那这些每一个意义我们再次分析的时候 根本不成一个过失它能等同于他 能力说你等同的这样的一种推理方式来 能拨持的所以别人如果说一切犯法都不是空性 怎么不是空性呢你问他嘛 比如说他说这个色法不是空性 那色法怎么不空性呢 啊 色法不空性的我亲自听到的声音一样 那这个声音也是空性的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给他一一地回答 所有的观点全部一一地推翻 所以这一评当中主要讲到色法 我们所谓的乌云 那么这个乌云皆空的这样的道理已经抉择 是第五品然后六品应该是第六戒品 六戒的话我们《众论》当中说的是戒 实际上是众 大众六戒也可以说 我们地水火风四戒嘛 虚空叫做乌戒 然后无戒也可以说或者无大众 无大众品吧 我们说前之见诸法若有若无相 实则不能见 灭见安逸法这个偈颂 因为他这里前面用虚空的法相来进行观察 然后用虚空的法相来进行观察 虚空是没有法相的虚空没有法相一样的话 那地水火风也是没有的 所以所谓的无大也好 所谓的无戒也好 那么像虚空一样的这样虚空一样的道理 智慧浅薄的人不一定知道智慧浅薄的人 他认为这些法要么是有的 要么是没有的 那这两个相一直是不能离开的他是这样认为的 实际上是这种人根本不能见到 熄灭一切的安稳的见解其实是根本没办法得到的 他这里也是引用了一些不同的圣教来说明 我们要懂得刚才前面五根也不存在了 五云也不存在了 然后现在四大众 也就是说五大众吧 整个我们所谓的对境 万事万物七缘的元素 也就是说地水火风虚空的话也实际上是了不可得的 只不过智慧浅薄的人他就接受不了 他认为要么是单空的 要么是室有的存在 那这种人始终是见不到什么呢 万法的真相 这是第什么呢 讲到的第五品 接下来第六品讲的是应该燃燃品 就是贪欲 观察这个贪欲 这里面主要是贪欲和贪欲者 因为贪欲和贪欲者用我们的中观智慧来观察的时候 其实他们两个同一个世间当中居住还是不居住 这两个是接触还是不接触 是他体是一体 我们用这样来观察的时候 比如说我对某个地方产生贪欲的话 我作为一个菩提迦乐 我和贪两个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合合还是不合合的 合合也不成立的 我变成贪者的话那就没办法贪了 因为我都已经贪欲了除此之外没有贪欲的话 怎么对境产生贪欲呢 没办法的 如果我不合的话那贪这个贪欲没有任何关系了 所以这样观察的时候实际上贪欲也是不成立的 我记得《闻魔寂静》当中有一个好像两个比丘破戒了 然后后来持戒敌业的父老女还是谁啊 合赐她当时《闻魔寂静》就看到了她 她说没事 我要给她们讲贪和贪心不产生的道理 然后讲了贪和贪心无有实体的本体一讲 这两个破戒比丘都已经获得了解脱也有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世间当中也好或者声闻称的话 这种贪心确实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如果懂得了真正贪心的本性者 那贪心也是无理无合的 这一品当中主要有法相的方式来观察贪心不成立 如果贪心不成立的话诸法也如是的 合和不合也是不成立的 如果一个法已经成立无有实体的话 其他的法也根本不肯成立的 这是《闻居论》当中经常引用的最主要的 如果证悟一法空那其他的诸法以此可以略退的 这是第六品了今天我们讲到第九品就可以了 中观是比较难懂的 如果你们不太懂的话睡觉也可以 这一品当中主要是生诸灭 因为有为法的法相是生诸灭嘛 生如果不成立的话那诸也不可能 灭也不可能 这一品也是很重要的 首先是讲的生 灭如幻也如梦 如千道不成 所受生诸灭 其相亿如实我经常也引用过这个吧 因为一切有为法实际上是不成立的 有为法不成立的话 那么无为法其实是不成立的 那么所有的有为法是什么样呢 就像因缘矩矩的幻化 因缘矩矩的梦 还有因缘各种矩矩的千道不成一样的 那么所有万世万物的生 诸和灭 跟它的法相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以前也是好多次提过这个教证吧 这个对我个人而言好像收获很大 通过这个偈颂自己有不同的一些感悟吧 我希望也看看生诸灭我们都觉得 生诸灭是肯定存在的 但是如果把这一品弄到那生也不存在 诸也不存在 灭也不存在那真正的空性 也可能接近证悟了这是第七品已经讲完了 还有两品 下面讲应该第八品吧 第八品是作者品造作者 造业的人或者是作 我们经常说是造作者吧 做什么事情都可以造作者 这个造作者也不常理的意思 这一品当中主要是作者和作业吧 因业有作者 因作者有业 成业有如是 耕舞有意识 意思就是说因为业的原因有作者 比如说我们有杀生的业有杀生的杀者 因为作者的原因有业 业和作者互相关道而成立的 然后除了一个观得加厉的法以外 没有一个其他真实的尸体 这个作者品当中主要讲 我们明言显现当中他不是说耕舞有意识 除了我们明言当中的加厉造作者有吗 这个是有的 除了这个以外 真正可以能看人的 可以能经得起观察的一个作者和作业是没有的 我们经常说是我在做作业 那业和作者两个有什么样的关系 其实互相都关怠的 如果业不成立的话作业的作者也不可能成立的 如果作者不成立的话业也不成立的 然后如果作者和业两个从肢体上观察的话 其实一个个都不成如果一个个也不成 互相关怠也不成立的话 那作者是怎么成立呢 就不能成立的 有些人认为这样是不是造作者已经不成立了 我这个杀生没有什么过失 也不是这样的 明言当中肯定是有过失的 但实际当中 善和恶也是不成立的 造善业者和造恶业者也是不成立的 就不成立的 在空性面前一无所得 那是不是我们都可以随意造业呢 其实也不一定的 因为迷幻的现象还没有结束之前 造业对你有损害的造善对你有利的 这个因果的规律大家也是应该明白的 今天的最后一品 第九品 第九品是本主品 就是以法知有人 以人知有法 你法何有人 利人何有法 我们以前也经常引用过吧 我们这个本主品主要是观察人物 本主的话就是我 我是不存在的 如果我不存在的话 依靠我的这种法也不存在的 因为我和法是互相关联的 依靠法知道是有人我 依靠人知道是有这个法 如果离开了法以后哪有这个人我 离开了人以后哪有这个法 这一点可能我们没有学过中观的人不一定知道 到底是什么意思 其实这个很重要的 这些每一个观察如果我们真正深入到其中的话 那可能自己应该能焚烧自己的食指的木材 就全部烧尽无语的 约乘论师的公案当中也有 有一次约乘论师在森林当中修行的时候 突然森林起火了起火的时候 他们有些对约乘论师有信心的人很担心去救他 对他没有信心的人看热闹 看约乘论师很出名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时候出现帝氏天女告诉他们不用紧张 因为约乘论师他已经通到了人物和法物物的大菩萨 而且他对整个四大解控的道理完全都是通达无语 然后火不会烧他的谁不会拧他的 那么这样一说大家都看着最后确实是把这个火 约乘论师周围的所有的石头 木材全部都被烧尽无语 但是约乘论师一点损害都是没有的 然后最后约乘论师他也说到 他说 我的阿瑟利 我的根本上师龙猛菩萨 依靠无声智慧的火来能焚烧执着的心才 同样的 我的大阿瑟利约乘论师也是这样的 我也是现在安住在无声无蔑虚空般的境界当中 今天我有点害怕你们时间太长了 所以我翻译的那些今天肯定是不高兴 因为我说得比较快嘛无声无蔑的智慧火烧尽一切执着的心才 然后他得到的境界是如虚空一样的 所以我们如果懂得了人我的空性 懂得了法我的空性这样的无声智慧的话 那对所有的万法都可以远离四边八夕 所以这两个之间的关系也应该灌带而产生的 除此之外根本不会有的这个意思 本主品已经圆满也就是说 从一品到九品都已经讲完了 好